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攀升 累计感染者正式突破300万大关 美国依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其次是西班牙和意大利 其中美国的感染者已经逼近100万 远远超越其他国家 尽管如此美欧各国多个地方的疫情 近来已经有趋缓的迹象 各地陆续放松管制解除封锁 虽然民众开始回归正常的生活 但防疫措施让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 孩子背着书包列队走进学校 这里是挪威奥斯路 在封锁长达六个星期后 禁令终于解除 学校也终于重开 虽然获准回返校园 但每个班级的总人数减少到15人以下 避免群序感染 而在美国餐馆终于看到时刻坐下来用餐 继理发 健身和美甲店恢复运作之后 乔治亚州宣布进一步解封 电影院重开 民众也获准在餐馆内用 在阿拉斯加 理发店也终于重新开门迎客 但为了避免疫情复发 当局出台一系列守则 理发店内只能有一名理发师 而且必须全程戴着口罩 餐馆则必须拉开座位 并记录下每一名用餐顾客的名字和电话 保留一个月 以便有需要时能用来追踪接触者 而美国加州虽然还没有解禁 但高温天气让民众受不了 竟然不理会居家令 纷纷跑到海滩冲浪或是享受日光雨 虽然有人认为高温能杀死病毒 因此根本不需要害怕 但医生警告 高温情况下 病毒还是有可能传开 卖场外排起伤常珍珍总 但大家都保持社交距离 瑞士洛桑也开始逐步解封 一些卖场花圃恢复营业 顾客也开始回流 有业者特别更改店内的人流动线 避免人群交叉感染 此外民众也终于可以上理发院修剪头发 但业者除了必须严格执行消毒工作 店内也必须确保安全距离 所有人也都必须戴上口罩 欧美各国疫情虚缓 各地的管制措施陆续松绑 虽然要戴口罩 要消毒又要保持距离 造成很多不便 但民众大多愿意配合 小心翼翼 避免疫情再度死灰复燃 NTV7综合报道